直接插下的 警車開進風甲夜市 直接廣播驅散围觀人群 車先以旁邊 這邊先排除 我們進去找人就好了 員警在人群中找到鬧事男子 原來他被發現在 夜市裡頭亮槍引起騷動 我剛有拿空氣槍 你拿空氣槍 你拿出來 剛剛有人說有看到 男子說車上的確有槍 但只是一把空氣槍 只是在人群中亮槍 就是違法 先被帶回警局 中住 然後一直吹 一直吹油門 事發就在4號晚間10點多 兩槍男子自稱 因為當時在逢甲夜市的車道上 有人騎著機車亂吹油門 他看不下去上前立論 才會從車上拿空氣槍 想給對方一點教訓 事後吹油門男子 趁亂在人群中落跑 還偷走了一台腳踏車 圓景村的民眾指引在夜市裡 找到這一名男子 他戴著白色紳士帽 黑色外套上還掛著一堆鏈子 一臉若無其事 繼續逛街喝飲料 走 怎樣 走 拍手 陳男從汽車上拿出碗去廠箱 預理論 鄭賢則趁機逃往附近的行道 竊取一步腳自行車 警方料查這名75年次正姓男子 疑似情緒不穩定 才會在夜市吹油門 跟人起口角 事後偷車離開 被一切到罪逮捕 而亮槍男子的空氣槍 雖然不具殺傷力 但還是被一社違法 寒宋法辦 可以處三天以下拘留 或新台幣3萬元以下罰還 TVB訊 張俊彥 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